我是王瑞瑤,今天來教大家敲鳳梨 這位是阿聖,後面是徐仲 阿聖來 這個是現在目前台東出產的17號鳳梨 那我們敲看讓你知道這個聲音是什麼 這叫鼓聲鼓 你不要說鼓聲 鼓聲喔 要記得喔 好,第二種呢 這是什麼 鼓聲 鼓聲,鼓直的 敲鼓直的聲音 對對對 鼓聲 快來 肉聲 這有什麼 拍拍你的皮膚 拍拍你的肉 OK 好 那現在如果彈這樣 用這樣彈 他會覺得這個聲音聽起來好像感覺 除了這兩個會比較明顯差異 那這兩個其實 其實這一個就是基於這兩個中間 因為這個是白色 就是它的肉質比較呈現白色的 這個肉質比較呈現黃色 就是比較熟的就是肉身 肉身 比較熟的就是肉身 可是比較深的就是這個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鼓聲 可是問題是哪一個好吃呢 如果我們在挑鳳梨的時候要拿起來這樣彈嗎 其實這個這樣彈是沒問題的 就是在於你在去挑選鳳梨 你這樣彈是不會有人會罵你的 對 所以如果說你要彈這個 就是你要吃這個鳳梨 這個 古生果的話 它肉質是比較細緻的 對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它希望說你吃到細緻的口感的話 就是這個 就會就是古生果 對 那這個是比較juicy的 它是會比較 有這麼多喔 它也會比較多纖維 肉身 然後它的那個心也會比較硬一點點 對 可是表面看都看不出來 這三個其實一看都差不多啊 對對對 甚至還覺得這個好像比較深對不對 這個綠色比較深 沒有這個切開是比這個黃喔 喔 所以不能夠 不能用顏色來判別它有沒有熟 這樣子 好啦謝謝阿聖 因為呢 我要跟大家講說 外國人看到我們在彈水果的時候 外國人都覺得我們是雜技團來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人選西瓜 選鳳梨 也要拍一拍 什麼東西都拿來彈 對 其實它彈是有道理的 OK 其實它彈是有道理的 阿聖拿刀一定會被保師傅罵 真的喔 因為看起來好像要把自己自殘 削鎖子 你要騙到我的桌子喔 桌子也不能騙到喔 趕快趕快拿起來我沒有看到會 好 大家來看一下肉生果 這應該是最熟的對不對 對 有沒有 好清楚喔 這麼熟耶 那我們切一個 這是比較深的 這個是古生果 古生果 古生果我們來補一下 看這是不是白白的 跟盤子裡的一樣 對 古生 我看古生很熟啊 外面好黃喔 這是古生 古生鳳梨 有差喔 有差喔 顏色跟纖維的粗細就有差 好 這個就介於這兩個中間 柱生 柱生 有點黃 有點白 好 柱生 一個是 古生 你有在家裡這樣自己吃鳳梨嗎 我有 我有 做一種比較式的方式來吃鳳梨 這個是金鑽喔 這個就是十七號 所以 台灣最流行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古生 古生 比較生的 然後這個是 那個肉生 肉生 肉生是最熟的 這是建於兩者之間的柱生 會比較了嗎 會彈鳳梨了嗎 彈鳳梨 你們的術語是叫彈鳳梨嗎 對 就是彈鳳梨 大家會彈鳳梨了嗎 對 我是王睿瑤 人在台東 這裡是哪裡 露野 不是啦 你這裡是哪裡 黃敏 開心 農野 開心農場 拜拜